今天我本来想拍一条破障的视频 一系列破障视频开始 拆解迷思 破障什么和拆什么迷思呢 主要有些朋友问我一些问题 当然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资讯 产生很多疑问 大多离不开几类问题 包括他问拍照和拍片的学问 或者技术是否互不兼容 是否有很大分别 又或者以前学会菲林拍照那一套 是否跟现在的数码那一套很不同 是否两者互不兼容 甚至是否会觉得 適应菲林是否比只是適应数码呢 包括这些问题 但是接着有朋友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先说一说一些拍摄的流程 特别针对现在一些比较小型的制作 包括这个独立的电影拍摄 我想一想 也好 因为我发觉在思考阶段里面 我发觉原来你说一说拍摄的流程 都可以先定到哪些题目去破障 所以我今天先讲了这个拍摄的流程 当然这个拍摄流程 就是我会引申一些最正正正的 例如电影的规模里面 做的制作那种流程 去做一个 就是参考 因为 但是当然这个我想 这个正式流程 其实你们很多方便都可以去找到资料去看 但是我今天会再做一个比对 就是一个比照 就是用这个电影正式的流程 就是在一个独立的拍摄上面 一个独立制片上面 譬如你想简单些做一个你自己的电影 或者一个小一点的创造 究竟可以怎样去做呢 因为有些做导演的朋友跟我说 他真的在技术 机器方面 技巧方面 他完全真的不知道 可能他认识那些资料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到今时今日 究竟应该 他怎样去follow 怎样去跟进呢 所以我会最主要来说一下 就是独立拍片的人 在现在这个 这样的年代里面 你现在有那么多不同的摄影机 那么多的电脑系统 已经可以做得到的时候 究竟可以怎样做法 第一件事 当然会找到 用什么摄影机去拍摄 你找了之后 你最考虑的就是 究竟是否你用一部机拍摄 你不要以为GH5S可以配合GH5 又或者GH4可以配合GH5 又或者GH5可以配合GH6 又或者Canon可以配合SOMI 其实最好不要这么想 如果你想这个后期做得比较轻松一点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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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同一牌子同一型号 就算同一牌子不同型号 其实它在matching上面 都会有点问题 但是OK 没得选择 即是说 在这个制作上 我真的 构思过问了很多人 我真的要用几部机 而我真的要集牌均 那几部机 那没办法 在这个前期筹备方面 有点不同的 那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用几部机 那当然第一件事 你就要找出这几部机 怎样去同步 同步的意思不是默开机 而是 它们的颜色 它们的color science 你怎样可以令到它们相近 即是在三圆色 出环圆出环 有哪一颜色是比较相差的大 而去矯正这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要花很多的功夫 那是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不是一定是 小片才做的 大片也会做的 为什么有时候 譬如 大片这样 它有部机 要牺牲的 可能有机会牺牲的 譬如 最简单以前 最基本的 只要拍Ari 也好 它们有些撞车镜头 它们会摆一部5D 在这里 或者摆一部Sony 那5D 和Sony 是否可以 match到Ari 的color science 当然不一定 去到尾 说一句 如果任何机 你都可以match得到 Ari 的color science 的颜色 用那些机 不用用Ari 当然有些分别 那你就会看 那个分别 究竟你用不容易 矫正到它 但你说不要紧 我只用一两秒 那你就自己因了 所以第一件事 做的就是 找出你用什么机 用多少部机 如果那个机 万一是有不同型号 不同牌子的时候 它们的配合 就是那个 升回它 那个matching 会不会很大困难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 那这个最主要 就是牵涉到事情 那个测试的问题 那好了 如果 如果你用单机 如果你用单机 那很简单 解决了 那你只需要有一个carroman 就是一个operator 那 那 而这部机 你配合它的gear 上面 那就是 那就是 如果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来说 我都会是去用手动镜 那 因为始终拍摄 有很多调度 那我现在 我尽量 避免 用了不同牌子的镜头 那一个半个镜头 或者很tedy的镜头 我会 都没有问题 但是 譬如 如果最重要就是 在一个场景里面 如果你 A B 机 你真的要很紧接 以及不断去紧接 譬如 A 接完 B B 接回 A 那这些镜头里面 最好是 你用同一个机种 或者同一个镜头系列 尽量不要给你 那么大的偏差 因为 如果你有些偏差 你真的很难够 如果出现太多的话 你会很根皮力 去矯正 它 所以 那时候你可以考虑 如果万一 你用相机 和镜头 真的不配合 你就可以考虑 用一部相机去做 其实 Timecode 在视频的年代 视频本身 是很普遍的 其实 在飞音来说 没有那么早会使用 直至有数码化的录音机 那么 Timecode 的意思 简单些 就是 它会给一个时间锁 时间码 那么三部相机 都在走同一个时间码 或者不止三部相机 即是 相机的相机 和音乐本身 都在走同一个时间码 那时候 回来 你做这个Synchronization 那个同步工作 即是 后期同步工作 容易一点 那么 这个你可以考虑 因为现在Timecode 的Generator 是不太贵的 甚至 我试过的 用电话都可以做 做一个Timecode Generator 原理很简单 我的电话 就是自己行一个Timecode App 其实是一个Free Run的Timecode 即是一个时间 它就会有一个Frame 在这里 接着 它就会给了一条 mini jack的线 进去不同的镜头 进去不同的镜头 按一次之后 那部所有镜头 就跟回那个时间去行 那第二次 在后期的时候 你就可以锁上的Meta Data 就可以做得到 每一条片 用一个时间码去 去Synchronize 去同步 那你做的后期 会简单一点 就是会舒服一点 但是这件事 就算没有也不要緊 当然第一 有是很便宜的 但是 你都要确实 你是懂得去混用它 第二件事 就是 其实没有也不是很大问题 因为以前我们拍 拍电影 拍片 最简单 就是一块Clipboard 就算你的Meta Camera 也不要緊 一样是 拍板 只要确实得到 就是 你的镜头很清楚 拍到拍板 以及你的声音 你的麦克 是收到的声音 就可以了 什么加密的意思呢 就是说 嗯 究竟是拍摄 709 还是拍Log加密 还是拍HDR 还是拍RAW 当然很多人会说 喂 如果有最好的 我当然是用最好的 特别如果那部机有的话 我是不是 最好的 那这两件事 譬如现在这些机 一些无反感 它是拍了RAW 但是RAW 要外置的Recorder 而那部Recorder 其实也不是很便宜 那你们要考虑 那样东西 究竟你将那些钱 来买这个东西 还是租这个东西 还是留钱 去做你的production 那么 我在这里 其实也要有一个破障 不然我这里不用说了 不一定要拍RAW 正如我说 如果你的镜头 内置已经做到10bit 422 其实很足够 很足够 RAW 是否好些呢 是会好些 但去到最后 就算拍709 709 709是什么意思 709加密就是现在你看到的加密 就是我们 正正常常 你一拍出来 就能用的那个加密 就是709加密 那么 其实呢 有些叫做Cine Light Gamma 或者 就是那些叫做 Film Note Gamma 就是譬如Sony 这些 其实那些就不属于Lock Gamma 其实都是属于709加密 亦都可以用 就是它会 那个层次比较多些 它会灰些 那么多的 它就不会 那么我不在那里小说 它怎样去调这件事 因为这个我要另一个topic 再说 但是 这里我会 就是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而你自己亲自去管理这件事 我会建议你用回 你自己最熟的Gamma 就是说 如果你一向拍摄 都拍摄1709加密 或者你一向拍摄一种 Cine Light Gamma 或者拍摄一种 Film Note Gamma 你从来没有拍摄1709加密 或者你从来没有拍摄1709加密 或者你从来没有拍摄1709加密 也没有拍摄1709加密 其实你不一定要去那里做 就是争取那些东西 你一个不熟悉的Gamma 其实有时候 那时候 未必是很帮到你 你会拍摄1709加密 也会 最初最初拍摄1709加密 我见到很多人拍摄1709加密 拍摄1709加密 其实 去到最后 故事先走 始终是创意先走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去学会一种 你不要熟悉的Gamma 这个学会的意思 不单是曝光 还包括后期的处理 那你就去做这件事 但你不是 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时间 但我很想做 而甚至我 那个志同道合的摄影师 他都不懂 他都用开709加密 用709加密 其实没有问题 在用这些Gamma 在用不同的RAW 或者 有些人会问 其实你用到这些 还需不需要 认识这个 部机的Dunner Range 它的Lative ISO 需不需要知道 它的Latitude 因为既然用HDR 既然用RAW 那我还要知道 这是做什么呢 其实 我都不打算说 因为我都说 留下破障系列 再说 这些我反而会先说 如果你不去 用这些 就是叫做 动态范围 你不知道 你没有考究它 你不考究它的Latitude 你不去 知道到 所谓的Lative ISO 其实是不重要的 真的不重要 但你反而会有一个 就是 你如何去 确保你的曝光 如何去确保你的曝光 这就会 关于你的拍手流程 因为 现在很多人 拍了数码化之后 其实很多人 都习惯了 对着Money曝光 当然 对着Money曝光 他们会多一些工具 多一些工具 就是Histogram 又或者Wayform 更加好 Wayform Histogram 它只会说到 给你的画面 光的部分是多光 暗的部分是多暗 但是它不会 告诉你 究竟哪一部分是多光 哪一部分是多暗 它不会的 是Wayform Wayform 就会 exactly 告诉你 你的画面 哪一部分是多光 哪一部分是多暗 就是Wayform 所以如果可以选择 就选Wayform 否则 Histogram 就有限制 但你懂得用的话 都可以的 但是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如果我不用 我不去考究 Dynamic Range 我不考究 Lative 我只懂这个 是否可以足够呢 其实都可以足够 这不是 需要你 那个不足够 的 这是 5 8 1 2 10 12